第十九章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彬丁用荆棘鞭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纸袍 又挨近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纸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照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彼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定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该撒的忠臣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撒了 彼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话叫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预业节的日子 约有五正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啊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罗地 西伯来话叫哥哥他 他们就在那里 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彼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了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西伯来 罗马 西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 就对彼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王 彼拉多说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彬丁既然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 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礼仪 这件礼仪 原来没有缝儿 是上下一片支撑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念旧 看谁得着 这要一眼经上的话 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 为我的礼仪念旧 彬丁果然做了这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 有他母亲的姊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 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 盛满了醋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 沾满了醋 绑在牛鸡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了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比拉多 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失手 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便与耶稣同顶第二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既然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 拿枪 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 就做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这些事以后 有亚利马太人约瑟 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 就暗暗地做门徒 他来求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比拉多允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克迪姆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墨药和沉香 约有一百斤前来 他们就在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 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稣定时下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进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